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丧府今天早上七点在师屋张权殡仪馆举行了盖管仪式 亲朋契友前往灵堂上香 并遵守标准作业程序轮流沾仰仪容 有者还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大家在戏语纷飞当中送别发生在上了新一五 特理所悲剧中丧生的女死者陈罗娜和两名儿子 潘志广和潘志文场面爱妻 盖管仪式之后 殡葬人员轮流将三具棺木抬往灵车 三名亲友则捧着三人的遗照上车 众人过后移救到位于1523里的富贵山庄 抵达之后先是进行了简约的举兵仪式 再完成活化程序 据了解由于陈罗娜和两名孩子的葬礼费用颇高 全额6万令吉的殡葬费还剩下2万令吉的差额 陈罗娜的哥哥日前于是出面向大众筹款 幸好获得不少善心人士的捐助 才能为他们完成了以上的活化仪式 三人的骨灰之后 将会安放在湿屋的富贵山庄 和理所杜伦的悲剧 政府当局除了加强各方面的安全措施 也提醒杜伦业者如果没有遵守相关的标准作业程序 他们的执照很有可能会被吊销 负责沿海道路的基本设施发展 及港口发展部助理部长纳都朱莱西诺莱威说明 其中一项必须遵守的标准作业程序 包括汽车在驶入渡轮之前 必须在岸上购买渡轮的票根 不再像之前那样在渡轮上才买票 他也强调当汽车停泊在渡轮上 只有司机或准留在车内 其他乘客必须下车 在特定的作息等候 同时全程还得穿上救生衣 在渡轮公司工作人员的指挥下 所有乘客必须步行上渡轮 至于司机则可以把汽车驶入渡轮 无论如何 如果面对气候不佳 比如下大雨时 就可以豁免这些程序 但是业者必须确保 所有的乘客都有穿上救生衣 自渡轮运作以来 渡轮的安全标准作业程序就已经存在 因此难免会有松懈 无论如何 该部将会加强 渡轮安全守则的执行 为了确保使用渡轮服务的民众安全 沙公共工程局从即日起 在全沙的每一座码头 安排了两名官员执行监督 渡轮操作的任务 确保渡轮操作在操作的过程中 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沙基本设施发展及交通部助理部长沿海道路 拿督朱莱希诺拉威表示 在经历了特里索渡轮悲剧后 该部一决在全沙的渡轮服务 采取和执行长期性的解决方案 在同时间也提升及收紧现有的 渡轮服务标准作业程序 朱莱希诺拉威表示 自沙拉越的渡轮服务启动时期 政府就制定了有关渡轮服务的 标准作业程序 在还没有施营化之前 早期是由沙公共工程局负责监管的 朱莱希诺拉威也说 目前全沙公有12个渡轮经营者 当中的7个渡轮服务是位于沿海公路 至于其他会采取的步骤是 在距离渡轮渡头100米的入口处之前 释放一个公告牌 告知民众 目前他们已经进入经营渡轮的地区 必须遵守渡轮渡头的标准作业程序 当沙拉越政府所规划的 所有桥梁建设工程竣工之后 沙拉越的所有渡轮服务 将会在2025年全面终止 沙拉越首长纳杜巴丁亚邦左华里指出 如果没有发生联邦政权更替的情况 相关桥梁建设工程 理应可以更早地完成 沙首长阿邦左华里 今天在主持人民计划 体育社区礼堂及创新中心工程 动图里上指出 大多数的桥梁建设工程 是在已故前沙首长丹斯里 阿德南沙登就开始执行的 桥梁建设经费是由联邦政府 和州政府平均分担 然而在2018年 在西蒙政府执政的联邦政府 已经推迟并取消了一些 由前沙政府国阵已经批准的 桥梁建设工程 如今相关的桥梁建设工程 我们现在已经批准了 所有的桥梁建设工程 现在的桥梁建设工程 只剩下的桥梁建设工程 但是已经有了 我们已经做了桥梁建设工程 所以我们已经发生了桥梁建设工程 所以所有桥梁建设工程 我们的桥梁建设工程 我们将在桥梁建设工程 没有桥梁建设工程 接着我们看到沙拉越的疫情情况 令人担忧 沙拉越今天再次迎来 双位数的确诊病例 达13宗病例 这也是2021年开年以来最高的记录 其中古静和梅里个别 占了5宗 明都鲁两宗 以及位于墓中的布莎一宗 使到全杀的总确诊病例 来到了1160亿宗 古静的5宗病例 有3宗是属于输入型病例 2宗本土感染 至于梅里的病例 有4宗是输入型病例 一宗本土感染 明都鲁的两宗 和不杀的一宗 都是输入型病例 同时 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 今天也宣布 增加了一个新的活跃感染群 也就是八翅膀感染群 这个感染群 目前有5个人确诊 41个人检测之后 成阴性 两个人还在等待检测的结果 今天 沙拉越的疫情黄区 包括古静 梅里 湿屋 明都鲁 马拉丹 五级马邦 和牢约 国阵总秘书 丹斯里 安努亚穆沙 昨天发表被开除 也没关系的言论之后 今天证实 已经被国阵 隔除党职 同时也失去 国家和谐联盟 总秘书的职位 也是联邦直辖区部长的 安努亚穆沙 被指频频为 土团党发声 因此被隔除 国阵总秘书的职位 网媒透视大马 引述消息指出 国阵主席 纳都斯里 阿莫扎西 今天已经通知 安努亚穆沙 被隔职的事情 安努亚穆沙 昨天说 如果为了 巫统和国门政府 之间的合作 即便被开除 也没关系 他也依然坚持 巫统最高理事会的立场 即拒绝和行动党 及纳都斯里 安华合作 国阵总秘书的职位 已经由巫统总秘书 纳都斯里 阿莫·马斯兰 取代 当事人也在 推特账号里 转发他在 国阵群主的留言 他说 本身是被媒体告知 他被隔除了 两个职位 即国阵总秘书 以及国家和谐 联盟总秘书的职位 他对于 自己有幸出任 上述职位 致以万二分的感谢 也祝福主席 纳都斯里 阿莫·扎西顺利 虽然很多人 要求他针对 这件事情发表 但是 阿努亚·穆莎说 目前是冷静期 因此他没有 什么话可以说 国阵主席 阿莫·扎西 隔去国阵总秘书 阿努亚·穆莎的职务 并不会影响 沙巴人民阵线的 运作和稳定性 沙巴巫统主席 拿多斯里 帮莫达坚定地 向媒体发表了 以上的说法 不过他坦承 被隔除事件的发生 多少给他个人 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班达默再次表示 有关的负面影响 不会在领导集权方面 带来任何影响 而他深信 沙巴巫统和 沙巴人民阵线 会站稳正脚 继续领导 沙巴政府 气象局驳斥斥有关大马 将会在来临的二月份 迎来像英国伦敦般 寒冷天气的假新闻 据了解2016年 自责消息也曾经在 社交媒体和WhatsApp 手机应用程式上流传 但在当时也被告知 是假消息 气象局发文告解释 最近半岛多数地区 尤其是东海岸和西海岸 感受到的寒冷天气 是因为我国迎来寒流 导致国内连续几天 是阴天和潮湿 大马气象局也说 国内地区在过去几天多云 很没有阳光直射 这使到气候比平常更冷 气象局也表示 在一夜三号 登加楼彭亨及楼佛 每日平均最低气温 为摄氏21至22度 在全天下雨及阴天的地方 是常见的 气象局疫情人民 如果要获取准确的 天气预测与警报 和游览气象局官网 或联络热线 也可使用气象局 应用程式查询 相信是二战时期 遗留下来的炸弹 于昨天在美里 丹荣罗邦海滩被发现 并于今天上午11点35分 和中午12点03分 先后分成两次被引爆 美里景区主任哈克马表示 炸弹的重量达113.398公斤 炸弹是在昨天被一名 想到上述海滩小姐的 本地男子所发现 根据炸弹上的介绍牌 这枚炸弹相信是一种空头炸弹 是日军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时所惯用 这枚炸弹的直径为80公分 长度则为110公分 据悉军火专家 在今早8时30分左右 抵达现场 并花了超过一小时的时间 才把炸弹挖出 由于炸弹沉重 当局决定现场引爆炸弹 为了防止意外 当局也清理现场 不准民众靠近 炸弹在引爆的过程中 产生轻微的爆炸 因此留下完整的金属弹壳 以上是这一节的热报 我是Brian Ebin 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同样的时间 我们再会 في cont